大家好 欢迎来到地理娱乐局 马尔它是一个美丽的欧洲小岛 它拥有壮丽的海滩 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吸引了很多眼 来到这里旅游和居住 掩耳 由于它位于地中海的中心 远离欧洲大陆 因此生活成本相对较高 本视频将探讨 在马尔它生活每个月需要花多少钱 以及包括住宿 餐饮 交通 随电网络等费用 小编先介绍大家最关心的住宿费用 来马尔它居住 您需要考虑住宿费用 马尔它的住宿费用 因地理位置和房子大小而已 如果您住在首都瓦莱塔的中心 每月的租金可能会比其他地方 高出20%至50% 然而如果您选择在脚片远的区域租房 每月的租金可能会低着700欧元左右 一间标准的单银公寓 每月的租金为700至900欧元 而一间豪华公寓 每月的租金则可能会达到1500欧元或更高 如果您选择购买房产 房价也因地理位置和房子大小而易 一般而言 房价在20万欧元至50万欧元之间 民意实为天 吃 住 行 这是一个大套产 现在小编要介绍餐饮费用和交通费用 马尔它有很多美食餐厅和小吃炭 您可以选择在这里用餐 一顿五仓可能在10欧元至15欧元之间 一顿晚仓可能在20欧元至40欧元之间 这取决于您选择的餐厅和餐点 如果您选择在家做饭 一个人每月的食品之处 大约在200欧元至400欧元之间 具体费用因个人食品喜好而易 在马尔它公共交通系统比较便捷 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公共汽车票价相对较低 每张车票价格为1.50欧元 如果您每天通勤 一个月的交通费用 可能在40欧元至60欧元之间 如果您选择住一辆汽车 每月的租金可能在300欧元至500欧元之间 当然 这取决于您选择的车型和租器 除此之外 水电网络费用也是大家无法逃避的 在马尔它 水电费用通常包括在租金或房产费用中 如果您自己购买房产 那么每月的水电费用大于在70欧元至100欧元之间 而互联网和有线电视费用则需要另行付费 一般而言 每月的费用大于在35欧元至50欧元之间 欧洲的网络费用都不便宜 以上都是基本的生活必需的费用 一定要少不了其他费用 马尔它生活成本还包括其他费用 如电话 保险 健身房会员费等 电话费用每月大约在20欧元至30欧元之间 保险费用则取决于您的个人情况和需求 健身房会员费每月大约在30欧元至60欧元之间 具体费用因健身房设施和服务而易 除了以上费用 商品价格也是影响马尔它生活成本的一个因素 以下是一些常见商品价格的参考 一瓶水 1.5升 0.50欧元 一瓶啤酒 0.50欧元 1.50欧元 一瓶葡萄酒 750毫升 5欧元至20欧元 一包香烟 5欧元至7欧元 一条牛仔裤 40欧元至80欧元 一双皮鞋 70欧元至120欧元 结论 总的来说 生活在马尔它可能会比其他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高一些 但是 这里的美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应远吸引着很多眼 来到这里旅游和生活 如果您想在这里居住 您需要考虑租房或购买房产 餐饮 交通 水电网络等费用 当然 这些费用因个人情况和需求而易 如果您正在考虑在马尔它生活 不妨根据以上信息规划您的预算 以确保您的生活责量和预算符合您的期望 只是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 既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直升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